老街溪的源头龙潭大池 近年来优氧化情形严重 再加上来自四方林的生活 与工业废水的排入 导致水质欠佳 大幅影响龙潭大池的景观 与居民观感 我们以前早期的 好山好水的这个区块 我们希望政府拿出一些破滤 确实能够把这个东西来做好 为了落实老街溪上游水质改善目标 桃园市政府启动老街溪上游水环境改善计划 而其中的四方林排水水质进化工程 其目的就是提前截流老街溪上游的主要污染源 也就是净化四方林每天2500吨的废水 而净化厂所采取的利坚净化 更是符合对环境友善的一种生态工法 并将处理后的放流水 补助回龙潭大池 以改善大池的水质状况 四方林排水水质进化工程完成后 不但处理了龙潭市区最主要的生活污水 让龙潭大池增加活水 还可以改善老街溪上游水质 提升油气品质 打造龙潭地区旅游的新亮点 对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善有没有 其实我们民众也应该要支持 政府能够提出这个前战经济的计划 我们是轻然地接受 水环境的营造 不单只是水质的改善 因为工程不仅是工程而已 它更触及了景观油气与生活品质的提升 做这样很好水质会慢慢改善 进化以后旁边另外那边的雨很多 就代表水质有改善 这里自然生态维持得不错 各种鸟都不错 还不错啊 你看生命水秀 四方林排水水质进化工程的启动 就将串联老街西中游的亮点成果 营造出一条 最绿水样的城市绿郎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